韩雪艺人是八角好惊艳,可他的著生嘉宾张鲁怡这样呆萌实在没想到。 第一季的声林奇景落幕了,冠军最终是朱亚文。 结果并不出乎意料,从一开始,朱亚文的呼声就特别高。 其实,参加年度决赛的大开都非常不错。 朱亚文、韩雪、赵立新、王晋松、梅婷,他们谁拿冠军也都配得上。 只是韩雪角区的声音不少,他一人分饰八个角色,实在是奇迹般的惊艳。 但看了他那些艺人分饰两角,就知道实力非凡。 大家目光都聚焦在冠军之争上,有没有人在意含雪的著生嘉宾张鲁怡呢? 一个看上去严肃深沉的熟男昨晚变身为呆萌少年。 高与出场是这样的。 下一秒画风突变,不知道看见谁了,弓身低头,不好意思的笑。 看他这样长,韩雪笑的五官变形了,果然是没有偶像包袱。 下楼后,张鲁依还无嘴笑呢? 还是有点害羞,像刚转笑来的心声。 。 连位置都照不准了,站到对手那边去了。 和韩雪距离0.9米。 韩雪说两人没见过面,只是网友。 果然诚实。这样的网友我想来一打。 。 你不过来,我就过去吧。 韩雪一点一点向张鲁依靠近。 机智如郭德纲,贫了一句他们撒一家呀。 张鲁依才意识到自己站错位置了,但忙过来,同时问郭老师好。 然后一一问候,都是称呼老师。 这位新来的同学很有礼貌啊。 看张鲁依如此呆萌,隐正都笑成这样了。 心里飞起张老师,你好可爱。 韩雪接受拷问,揭示他们是网友的原因。 一旁的张鲁依还是有点紧张,手指挠起伯狗。 这个小动作彻底暴露很少上综艺的特性。 张鲁依是很少上综艺节目的,这应该是首次到综艺节目做表演嘉宾。 配起因来也是在现实立派水准。 学梦《环游记》里的这首歌她唱得好深情。 瓜哥承认被打动了。 接下来配杰克,也是很高位的。 在冰冷的海水中说话瑟瑟发抖,张鲁依配的是嘶嘶怒扣。 遇到到了韩雪的经验,没想到张鲁依如此呆忙可爱。 下一季声林奇景好希望张鲁依来参加啊。 你们期待不? 认识张鲁依是从红色开始的。 使而呆忙可爱。 上海男人被她演得唯妙唯笑。 瞬间化身为伸手不凡的特工,那动作一个潇洒了的。 麻雀里她是演技担当,为角色增肥10公斤。 外表看起来优雅斯文,心里却阴险毒辣,杀人计划周密。 在嫌疑人X现身里的表演可以用什么了来形容? 眼神、表情、动作,瞬间带你入戏。 高智商反派不是谁都能演好的。 原版试题真一,幸好我们有张鲁依。 灰色的眼神,体现出角色内心的灰暗,对感情对生活对未来都不抱任何希望。 一直以来,张鲁依都是有颜值有演技又有独特气质的演员。 两个字,迷人。 张鲁依这几年红了,她没有衬红了借机圈钱,面对众多综艺节目的邀请她都拒绝了。 一个演员只想好好演戏。 这一次参加《生林奇境》也是因为欠韩雪一次合作。 因为她答应了韩雪要合作拍一部戏,但一直没兑现。 所以,这次来《生林奇境》来弥补一下遗憾,也是预热。 希望很快能听到两人合作的消息。 《生林奇境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